大家早安 今天全球現場 我們來看關注到這國際焦點 這是緬甸軍統敏昂瀾 他在2021年的2月的時候 他曾經領導緬甸軍發動政變 而他在昨天27號這一天 在緬甸建軍節發表了演說 2021年以來 他說這個緬甸軍方暫時掌控政權 那他認為這樣的目的 是為了要強化緬甸的民主機制 緬揚來現年是67歲 2021年當時他率領軍方發動政變 而他在建軍節演說當中就表示說 現在武裝派系正在緬甸部分地區 來進行叛亂戰爭 是阻礙緬甸軍政府 舉行還政於民的公平選舉 而軍政府他說呢 這規劃下的新選舉 將會有更好的比例代表制度 呼應普遍的民意 但是現在緬揚來 他也沒有進一步的說明 緬甸軍政府打算何時要辦理選舉 好 另外來關注的是台海局勢 在今年2月份的時候 大陸快艇在驚嚇海域翻覆事件之後 當然後來這個兩岸緊張情勢就持續推高 大陸方面現在更有最新的動作 這是大陸福建海事局 東海航海保障中心 27號協同上海海事局 在台灣海峽的西側水域 開展聯合巡航活動 大陸方面現在就聲稱說 將會進一步維護 台海西側水域的海上通航的環境 和通航秩序 要保障水上交通的安全形勢 穩定和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而其中參與這一次任務的 海巡01輪是大陸的第一艘 具有海事監管以及救助功能的 大型巡航救助船 好 金防部在4月份的時候呢 他們宣布說即將要在金門的 本島列嶼等等地區要進行 對海實彈射擊 周遭的海空域將會進行管制 而前空軍副司令張嚴廷 他就表示說4月份的實彈射擊 就是代表著我方的海巡署 在吃離的時候 但是呢 已經被中共給看破了 而國防部現在可能會在5月份 要公告實彈射擊時 天數會打算減少 6月份的他總共16天 16天的這個射擊訓練 對海射擊 他現在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海巡署的船 噸位小 燒數少 然後距離台灣遠 所以沒有辦法在那邊跟中國大陸 海巡署那麼大 燒數那麼多 好 那我們就實彈演習 你今天有火炮射擊 你就不要進來嘛 就變成拿火炮射擊 代表海巡署來驅離 因為我已經告訴你 他一實彈射擊 他有發進限制限 你一進來 那我有公告你啊 我有公告我要實彈射擊啊 所以是以實彈射擊來驅離 做驅離的動作 希望他避開 避開 那天數排久一點 我禮拜六兩天減掉 你四個禮拜 一個禮拜只有五天嘛 禮拜禮拜天是放假嘛 那四個禮拜二十天 那我十六天 是這樣子去 那被中共看破了 原來也是這樣啊 那你五月份 是不是也要他這樣子 所以他就講了 這個陳明華就說了 如果挑釁之勢 趕緊緊急妄動 必招失敗 五月份 那現在就排五月份的實彈射擊 那以前的話 五月份根本沒有什麼實彈射擊 因為四月份做完了 你五月份是要排滿滿的 有要以實彈射擊來代表 來代替海巡署的警告跟驅離 是這樣被他看破了 那現在的話 我看經過這個國台辦的發言 這麼一講的話 古王部可能在五月份 要公告的時候 天數可能會減少 縮水 縮水 規模要變小 你如果是那個還是那麼多 那中國大陸的海警船可能會進來 那你要不要再射擊對他射擊 你對他射擊的話 就是挑釁之勢他有講 好針對這個金防部 他們宣布說即將要在金門這邊 進行實彈射擊 那在昨天國台辦的例行記者 會上頭犯人陳兵華 他也被問到相關的問題 他就表示會密切關注台軍 在金門的動向 另外他也放話說 如果真的挑釁姿勢 輕舉妄動的話 是必遭失敗的 好另外呢 這個事情也是很受到外界的關注 那國台辦在昨天 有一個最新的回應 這是馬前總統 即將在4月1號到11號 要二度訪錄 由於在這一次的行程當中 這7號會安排到北京這邊 所以先前就有網絡媒體 做出這樣的報導 就說8號很有可能 會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會面 而針對這件事情 國台辦昨天也給出了最新回應 前總統馬英九即將二度率領 九九學堂的學生們訪錄 11天的行程 外傳重點落在8號 極有可能會在北京 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 關於馬英九先生 會不會跟習近平總書記會面 我們會妥善做好 馬英九先生來訪的活動安排 沒否認也沒證實 但強調會妥善安排 馬習會二度登場的可能性頗高 今年可是美國總統大選年 加上賴清德即將在520上台 台海關係僅僅牽制中美互動 誰能傳遞和平橄欖枝 尤為重要 近期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 將於4月實施對海空的實彈射擊 被認為這是將戰火對向大陸 對此國台辦嚴正批評 我們密切關注台軍在金門的動向 如其挑釁之士 膽敢勤舉萬動 必遭失敗 總是在上演情緒大暴走的汪小飛 日前夜闖大一時住家 直接鬧上警局 但網友調侃再這樣下去 會激化兩岸矛盾 希望國台辦好好管一管 我跟汪小飛先生認識 希望我的回答不至於 讓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雖然雙方都是名人 但他們之間的吵吵鬧鬧 不至於激化兩岸矛盾 兩岸一家親 通婚親善親 我祝福所有的兩岸婚姻 希望有緣人能夠白頭偕老 對極少數的失敗婚姻 我也希望當事人能好去好上 針對金門吊客迷航事件中 胡姓男子人滯留在大陸 國台辦不願多做回應 僅表示相關部門 正在進一步確認情況 待釐清後 會對人員做出妥善安排 記者林欣賓 與北京採訪報導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 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控